这次来玩这款游戏 宝可梦 大探险 髮型 好啦 用这个生成我的 移动到敌人那边 他自己就打起来啦 我们只要释放技能就好了 电光 Boss吗 小达达 10万伏特 刷 打赢啦 回到大本营 这边好像要进行烹饪 把东西放完就显了 好 等那么久 好啦 第一次是免费 好啦 做料理也成为他的特色之一 新伙伴加入图鉴 这边 我这边是看附加人力的 好 把我的伙伴加入探险队伍 好 把我的伙伴加入探险队伍 但是 他也是脱不离 跳脱不了 宝可梦的玩法本质 主队伙伴探险啊之类的 那这游戏 那这游戏又多了一些生活化的技能 的特色在里面 好 小岛继续探险 这次我有三只啦 技能 该不会也是我帮他决定吧 他们只有一个技能而已啊 所以退后 哦 你看 这个闪避剑啊 是同一只 同时闪避啊 天啊 天啊 铁甲勇 可怕的敌人之一 10万伏特 打赢了 这些 然后 那些罗罗就跑掉了耶 这边就是商店喔 友好商店礼券 每天都可以领的 每天都可以领的 好 可以用加速器把它用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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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可以用复兌 这上司机喔 好 可以用加速器就从超级 这什么鬼啊 新的图件 這遊戲的特色主要是結交好友、互房、朋友的營地、收穫禮物、招募同伴成立探險小組 那就是收集這些寶可夢成為我伴 有好幾隻耶 你只要做了料理以後他們貌似就會跑過來 所以你越高級的料理好像可以吸引多隻的寶可夢 那就要看你的料理有多美味 這邊是特訊 特訊其實就是未經驗給他 然後寶可夢這些的等級就會提升了 大致上應該是這樣子而已 接下來就是推關卡嗎 我們先來看一下商店這邊 手沖獎勵 送卡比錄耶 四一間 整體就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現在應該就是去推關卡了 遊戲就簡短體驗試玩到這邊 算是一款相當特色又溫馨好玩的小遊戲喔 大家掰掰